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冷月游戏 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 我们今天来带大家看一下庆典的部分 先冷月稍微寻访一下 好 OK 来我们的庆典部分 那讲庆典呢 我就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下 没错 冷月终究还是把它买下来了 一单啊 一支要3290块台币 然后冷月还不小心除错 忘了用优惠券 用原价去买的这一支 如果用优惠券的话大概2700啊 那对比破局的4990来说 我觉得佛系很多 那另外有人很疑问 冷月 你不是说你不玩金锅英雄 那你买胭脂干嘛 胭脂不就是专门for金锅英雄的一个装备吗 没有错 但冷月左思右想 看到现在目前这个局势 我严重觉得诸葛果会提早出来 那董白目前还没有消息 所以我目前专注在诸葛果上面 那诸葛果呢 除了玩清晨之外 你也可以走金锅闪套 那有很多人有疑问了 冷月你不是没雨伞吗 你要怎么玩金锅闪套 我们有替代方案 无课玩家雨伞很重要 唯课玩家雨伞很重要 但如果你愿意多花一点钱呢 你其实可以用清晨套的武器来替代 没有错 我们后续清晨套 我只决定要把武器弄满了 就像我现在在弄我的那个 霸王枪一样 快满了 差20个突破素材 像我现在弄霸王枪的突破素材 那再来我决定要把 清晨套的武器也把它搞起来了 搞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成功的来用我们的 诸葛果大杀四方了 所以最终冷月还是忍不住 把这只马买下来了 那我必须要说啦 这只马真的很贵 3290 大家都看到这里了 不妨就帮冷月多点几次影片 让冷月稍微回点血吧 不然这3290我要赚多久 拍多少支影片才能赚得回来 3290大概是冷月YT 三个月 将近三个月的收益 还不见得有3290的数字 所以就让大家多多动动你的小手 点个赞 按个分享 多按几次点阅吧 好 进入正题 我们来讲胭脂这只马 武力-3 然后换成自媚统克加1 女性英雄魅力会额外加2 然后第二星的效果 魅力加1 受到男性英雄伤害-15% 再来第三个 若碧月达到20级 近战首回合发动清晨效果 使敌方消灭敌方前军600兵力 并且有75%的机会 使我方前军完全免疫一次伤害 没有错 超级保前排 再來魅力加1 对男性英雄增伤加15% 最後是魅力高于对手 远战每个回合 到45%机会发动清晨效果 其实我在思考一件事情 为什么印象中的胭脂马 跟这次不太一样 我还想是不是我搞错了 但后来想想好像也是这么一回事 应该是没有变 我自己记得 好像是我们经锅马的部分 基本上只要你是玩经锅的 经锅闪套都有他的事情 只要你要玩女将 大部分的女将都跟这匹马有关系 他算是你玩不起清晨套的一个下位选择 好了再来 没有错我们的活动来了 迷夫人正式登场 那迷夫人是谁 迷夫人其实就是破局的张星才 那刚好现在破局活动也在复刻星才 也是第一天 那么这就很奇妙了 两个目前两个游戏的那个进度是一起的 破局也刚好在复刻啊 别问我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我现在另外一个手机真的开破局啊 好那迷夫人这只角色算是一只 一只那什么来的那个那个 副将型英雄 刚刚卡住讲不出来 那他他主要适用于什么角色呢 全军英雄将 而且是要全军兵总将 而且是要会用昂扬这个技能的 那主要是作为一只增伤的一个 副将做使用 那有人问说这只角色当副将适不适合 出席过度用啦 他本身的副将能力 其实最主要是红色品阶的效果 可以棒打落水狗 那你说昂扬触发额外打50个士兵 有跟没有一样 还会被免伤抵挡 然后受到混乱的效果减了数趴 这对于某些怕混乱的角色来说有用 然后武力加1统帅加1 而明显是适用于那种全才武将的步兵兵总将 例如像是甘宁 赵云孙策这种类型的 最后是对手不足兵力 兵力不足一半时全军攻击提升 这是棒打落水狗的一个标准玩法 没有错 好那再来我们再往下看一下 说到了我们的神神迷夫人 就必须来看一下这一只 首先很多人会说迷夫人到底要不要觉醒 今天如果你是冲的他是 是我们的那个什么 那什么来的 今天如果你是冲的他是一只 觉醒副将来玩的话 我必须要说没有意义 他本身主要不是用于觉醒副将的 他的重点是什么 他的重点是他可以当主将来玩 你明白当中的意思了吗 明白当中的差别了吗 他可以当主将来玩 没有错 哦对啦 那个 胭脂的效果跟那个破局预模一样 我刚才在想我都不记得有一个是回血的 回血是哪一个我忘记了 有一件经锅装备是专门回血用的 那个也很好用 好讲回重点 那弥夫人每回合起步兵有15%机会发动庇护 免疫两次伤害 很多人说这15%不是很低 但只要让你赛到两次伤害 你假设今天我在我打关羽 我远战刚开始我触发了 你五胜砍我 你看我你君神砍我 君神砍我 我砍不到免疫伤害了 然后破甲达到20即时 步兵每次造成伤害会额外伤害1%当前兵力 这就没什么用了 这单纯就增加伤害而已 主要是庇护这个效果 他会搭配下一个赛季跟三王套合力一起出的一个 回避套装来做一个玩法 算是一个破局一段时间蛮流行的一个Meta 主要在于 大家都会忽略他本身的一个那个宿命啊 只要他跟赵云同时上阵 今天你带个帅印 其实也不用帅印 5%其实还好 你打两波陷阵 而且你他又是 可以玩魅力系列 魅力本身是四围当中最突出的 你打个两波陷阵 285%的超高额伤害打两波 而且还必定暴击 魅力高一对手必定暴击 这伤害是非常恐怖的 所以其实星采 迷夫人 在破局他是强过一段时间的 那唯一的缺点是什么 他的宿命不好取得啊 你看他对男性英雄的时候 还可以额外免死一次 哎呀真的啦 在破局的心裁 我自己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破局的迷夫人是张心裁 那为什么会说他比较好呢 原因非常简单 在破局 他的宿命是跟张飞魏元跟马云露 三支免费角色 那刘禅一样啦 刘禅因为是他那个 他的算到什么 他的后组跟刘禅呢 一样是有 但他基本上其他角色是跟张飞魏元跟马云露 这个组合完全不卡角色 赵云强不强 强 那你赵云把他留在当主将不好吗 你偏要把他跑去配 迷夫人当副将 这其实就起来有点尴尬了 所以张心裁 迷夫人 张心裁在破局的定位 相对迷夫人来说是更为强悍的 因为他不会卡很多维克小克玩家的一个 主力资源 当你现在想要玩心裁的话 等于你势必要废掉你的赵云 那我觉得啦 除非你是真的没玩赵云 但是大部分玩家 中小克 会想要玩这支神将的 应该都会有陪一支 陪练一支赵云当做 副二军或者是主力这样子 所以神心裁最大的可惜点是在于说 神迷夫人啊 他在急速的表现不好 是因为他的宿命本身其实绑的不太好 这样子 那再来16万 16万元宝 我们先花个2000 原因是我要拿心盘 心盘是很缺啊 来我们花个2000 然后你发现一件事情 2000是500积分 做个简单的数学 我们现在有4万积分要累积 那每抽10次会得到500积分 我们把它除以500 得出结论是要80次 80次乘以2000 总计16万 没有错 谢谢各位 80次是10抽 所以总计是800抽 不是你抽按8次 16000元宝 这样子 是16万 谢谢 16万 所以 讲真的啦 这个 角色 除非你真的是那种比较中大课的 你有在拼 累除的 会比较容易在初期拿到之外 其他无课玩家 你有在初期拿到 基本上非常的困难 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机会 毕竟16万 以无课玩家再怎么会累积都拿不到 那他在破局呢 出的比较晚 他出在 好像三赛还是四赛才出神将 那有些无课玩家 初期没飙到神将 中间没有抽轩元 就是云昭 到那时候才会有抽到16万元宝 可以抽这一只角色来玩 那基本上你要为客才比较好拿 你如果是无课玩家 基本上拿这一只 也不太划算这样子 再来我们庆典狂欢的部分 战役 很多人在问说战役到底谁 适不适合学 谁好不好用什么之类的 讲真的 你只要能学就学吧 战役的高级效果 远战全军提升28攻击 超级强悍 而且增加我方全军的基础攻击 基础攻击 也非常好用 所以基本上你战役 是一招万金油的技能之一 你只要有得学有得拿 就把它拿满就对了 这一招绝对值回票价 能够拿多少就拿多少 甚至你刷到超级商店刷到一折 你都可以把它买下来 刷个两次给大家看 好都是垃圾 那我们都是垃圾 就不要买了 不要浪费钱了 好的 今天带大家稍微看一下庆典活动的部分 分别推出了我们的神迷夫人 以及我们的 燕之马这样子 那我必须要说 这边再做一下总结 神迷夫人 他是当主将玩的角色 你今天如果想要玩这只角色 那你势必要废掉你的赵云 但他本身的强度算是一只中上等级的步兵兵走将 卖点是他的免死次数很多 虽然触发机率偏低 但一旦触发 就会是神级的越境 然后再要等下个赛季的一个套装 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 但是是破局的先影套 就是一个回避套装的概念 如果他有成功推出 那我们的迷夫人就会再更强一点 那如果没有的话 迷夫人大概等级就是在 一个T1到T2之间的强度 大概比赵云略强一点 但是略输一些 其他热门meta角这样子 所以如果今天你预算不是太高 那16万这个就没必要抽了 但如果你是有预算可以克的 那我觉得2000拿这只副将还OK 毕竟副将这种东西总是多多益善 不会嫌少的 好那烟之马 你如果玩金锅英雄 请务必把它拿好拿满 你如果没有玩 但你未来规划有玩 那请一定要拿满 像冷月是后来才决定要玩诸葛果的 所以我自己就是变得比较晚开始 准备一些金锅的装备 毕竟一开始没想要这么早推出 但是看到他神迷夫人都这么早推出了 我觉得诸葛果会一口气会很快就推出来了 毕竟诸葛果的强度有目共睹 而且他是一只维克玩有维克的乐趣 大克玩有大克的强悍 他是一只泛用性极高的角色 不管大小克都会玩出一片天 所以我自己觉得这只角色本身的卖点还不错 那董白目前没有消息 所以我暂时就先不等董白了 我们就先以目前看得到的 诸葛果来作为一个目标吧 好 那么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准备结束了 那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冷月说的 欢迎下方留言 跟我透透的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 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by bwd6 by bwd6